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革命先驱们除了保卫家国 他们同样收获了爱情 浪漫的革命友谊 也是诞生了无数的革命爱情 至今看来 这些爱情佳话也是广为传唱 革命爱情题材 也是我们红色回忆中的经典桥段 如今的年轻人 应该也是对这些故事非常好奇吧 其实这些爱情也是长久传扬 感人至深 赫子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 她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孩 在革命队伍来到之后 她勇敢地追求进步 因此跨入了革命队伍之中 后来 她在红军队伍的生活学习之中 巧妙地遇上了年轻的毛主席 二人也是相互欣赏 一见倾心 他们在生活中越来越靠近 终于结为了连礼 赫子珍也成为了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 当时毛主 其丧失发妻阳开会多年 终于能够有人重新进入她的生活 大家也都感到无比高兴 后来 毛主席为了领导全国的解放事业 开始了同敌人的不断周旋战斗 为了赫子珍的安危 她则是留在了下来 之后又把她送到了苏联看病 这也看出毛主席对她是多么关切 后来 二人虽然因为异地分手 却也始终牵挂 朋友亲人之情更是难以割舍 建国之后 毛主席也是时常写信 魏魏赫子珍 展开全文晚年的赫子珍 则是疾病纠缠 她生活在上海 每天都需要医护人员陪伴 但是这个时候 赫子珍却向上级表示自己想要去北京 上级考虑到赫子珍对毛主席的特殊情分 更是立刻抽掉了专机接她 那个时候的赫子珍已经双腿不利索了 需要一部人员搀扶才能坐上飞机 即便这样 她依旧坚持前往 来到毛主席纪念堂之后 她更是泪不雨下 在场众人也是无比感动 赫子珍慢慢沾扰 那毛主席的仪容 鞠躬三次 更是久久不愿离去 眼神之中 满寒深情 她对主席的思念 也许就是如此深刻吧 后来 工作人员考虑到赫子珍的身体状况 也是劝告了多次 才让她回去休息了 结语 赫子珍和毛主席的革命爱情感天动地 他们虽然一生坎坷 据少离多 但是 却依旧相互寄托心意 赫子珍更是对毛主席无比思念 在几十年的时光中 从来没有得到英勇看望 知道毛主席离世之后 才能够再次看看毛主席的英容笑貌 这样的经历 也是令人感慨万千 此中深情也是万古长流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